您好,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著 为您配有电子文本 可以边听边看 继续为您播读 三国演义第46回 用其谋孔明借鉴 献秘记黄盖受刑 却说鲁肃领了周瑜言语 近来周中相探孔明 孔明接入小周对作 鲁肃曰 连日操办军务 有事听叫 孔明曰 便是亮 意味与都督贺喜 鲁肃曰 哦,何喜 孔明月 宫谨使先生来探量 知也不知 便是这件事可贺喜而 虎的鲁肃失色问月 先生何有知之 孔明月 这条计 只好弄蒋干 曹操 虽被一时瞒过 必然便醒悟 只是不肯认错 尔 今蔡璋两人祭祀 江东吴幻 如何不贺喜 吴文曹操换毛戒 于晋 为水军都督 则这两个手里 好歹 送了水军性命 鲁肃听了 开口不得 把些言语 知乌了半上 别孔明而回 孔明主曰 望死静 在宫谨面前 物言亮 先知此事 孔宫谨 心怀妒忌 又要巡视骇量 鲁肃应怒而去 回见周瑜 把上相氏 指得实说了 周瑜大惊悦 哦 此人绝不可留 无决意展之 鲁肃劝悦 若杀孔明 却被曹操孝儿 周瑜悦 我自有公道展之 叫他死而无冤 鲁肃曰 何以公道展之 周瑜曰 紫敬修问 来日便见 次日 聚众将于帐下 叫请孔明义士 孔明欣然而至 坐定 周瑜问孔明曰 即日 将与曹军交战 水陆交兵 当以和兵器为先 孔明曰 大疆之杀 以弓箭为先 周瑜曰 先生之意 甚何余意 但今军中正确剑用 赶凡先生 兼造十万支箭 以为应敌之巨 此系攻势 先生 兴勿推却 孔明月 孔明月 都督剑尾 自当效劳 敢问十万支箭 何时要用 周瑜月 十日之内 可完半佛 孔明月 曹军 即日将至 若后十日 必悟大事 必悟大事 周瑜月 先生 了几日可完半 孔明月 只消三日 便可拜那 十万支箭 周瑜月 君中无戏言 孔明月 怎敢戏都督 愿纳军令状 三日不办 甘当重罚 周瑜大喜 换军政司 当面取了文书 至酒相待月 待军事毕后 自有酬劳 孔明月 今日已不及 来日造起 至第三日 可拆五百小军 到江边搬建 引了数杯辞去 鲁肃月 此人莫非诈呼 周瑜月 他自送死 非我逼他 今明白对众 要了文书 他便两肋生斥 也飞不去 我只吩咐 军将仁等 叫他故意耻眼 凡应用物件 都不予其备 如此 必然误了日期 那时定罪 有何理说 公 今可去 坦塌虚实 却来回报 鲁肃领命 来见孔明 孔明月 唉 吴曾 告紫禁 修队 宫禁说 他必要害我 不想紫禁 不肯为我隐晦 今日 果然又弄出事来 三日内 如何造的 十万件 紫禁 只得救我 鲁肃月 唉 公 自取其货 我如何救的你 孔明月 望此境 借我二十只船 每船要军事三十人 船上 借用轻补为慢 各树草千余个 分不两边 无别有妙用 第三日 包管有十万只剑 只不可又叫恭敬得之 若比之之 无计败矣 鲁肃允诺 却不解其 回报周瑜 果然不提起 借船之事 只言 孔明并不用建筑 灵毛交期等物 自有道理 周瑜大一约 哼 且看他三日后 如何回复我 却说鲁肃 私自拨轻快传二十只 各传三十余人 并布满树草等物 进阶齐备 后孔明调用 第一日 却不见孔明动静 第二日 一指不动 至第三日四更十分 孔明密情鲁肃到船中 鲁肃问约 公 召我来何意 孔明约 特情死境 同王取见 鲁肃约 哦 何处去取 孔明约 紫静修问 前去便见 碎明将二十只船 用长索相连 静往北岸进发 事业大雾漫天 长江之中 雾气更甚 对面不相见 孔明促舟前进 果然是好大雾 前人有篇 大雾垂江覆约 大灾长江 西街明俄 南空三五 北带九河 会百川而入海 立望谷一阳波 智若龙脖海若 江飞水母 长经千丈 天无九首 鬼怪异类 贤疾而有 盖夫鬼神之所平易 英雄之所战首也 时也阴阳济乱 魅爽不分 亚长空之一色 忽大雾之四屯 虽于心而莫读 为金骨之可闻 初若明蒙 才隐南山之暴 见而冲涩 欲迷北海之鲲 然后上街高天 下垂厚地 渺乎苍茫 浩乎无忌 惊泥出水而腾波 蛟龙浅渊而吐气 又如梅林收入 春阴酿寒 明明默默 浩浩漫漫漫 东是柴桑之岸 南无下口之山 战船千艘 距沉沦于炎鹤 渔舟一夜 竟出没于波澜 甚则穷无无光 朝阳失色 反白昼为昏黄 便单山为水壁 虽大渔之志 不能侧其浅身 离楼之鸣 焰能变乎之耻 于是逢夷西浪 平易收工 鱼鳖遁忌 鸟寿前宗 隔断蓬莱之岛 暗为昌和之功 恍惚奔腾 如昼雨之将至 分云杂踏 若寒云之玉桶 乃能中引毒蛇 因之而为张力 内藏妖魅 平之而为祸害 将极恶于人间 其封尘于塞外 小民欲之腰伤 大人观之感慨 盖将反元气于洪荒 混天地为大快 当夜五更时候 船已进曹操水寨 孔明就把船只 头膝尾东一带摆开 就船上雷鼓呐喊 鲁肃惊约 旁曹兵起初 如之奈何 孔明笑悦 无料曹操于宠物中 必不敢出 无等只顾酌酒取乐 待雾散便回 却说曹寨中 听得雷鼓呐喊 毛戒于尽二人 慌忙非报曹操 曹操传令约 宠物迷将 逼君忽质 必有埋伏 且不可轻动 可拨水军公奴手 乱箭射之 幼差人 往汉寨内换张辽 徐黄 各带公奴军三千 火速到江边注射 笔集号令到来 毛戒于尽 怕南军抢入水寨 以差公奴手 在寨前放箭 少清 汉寨内 公奴手一道 约一万余人 进阶向江中放箭 箭如雨发 孔明 叫把船调回 头东尾西 逼近水寨受箭 一面雷鼓呐喊 待至日高雾散 孔明 令收船集回 二十只船 两边树草上 排满箭支 孔明 令各船上军士 其一声叫约 谢丞相见 笔集曹军寨内 抱之曹操时 这里传清水急 已放回二十余里 追之不及 曹操懊悔不已 却说孔明 回船 为鲁肃曰 每船上 箭约五六千亿 不费江东半分之力 已得十万余箭 明日 即将来设曹军 却不慎变 鲁肃曰 先生 真神人也 何以至今日如此大物 孔明曰 为将 而不同天文 不识地理 不知奇门 不晓阴阳 不看阵途 不明兵士 是庸才也 量于三日前已算定 今日有大物 因此感任三日之限 公锦叫我十日晚半 工匠 料物 都不应手 将这一件风流罪过 明白要杀我 我命继于天 公锦 焉能害我灾 鲁肃拜福 传道暗时 周瑜 已拆五百军 在江边等候搬舰 孔明 较于船上取之 可得十余万只 都搬入中军帐交纳 鲁肃入舰周瑜 背说 孔明取舰之事 周瑜大惊 凯然探月 孔明 神机妙算 五不如也 后人 有诗赞月 一天浓雾 满长江 远近南分 水渺茫 周瑜飞黄 来战见 孔明今日 拂舟郎 好 本次播读 暂到这里 那么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著 为您配有电子文本 可以边听边看 继续为您播读 三国演义 第四十六回 用其谋 孔明借鉴 献秘迹 黄盖受刑 少清 孔明入寨见周瑜 周瑜下寨迎之 称献约 先生神算 使人敬服 孔明约 诶 诡诀小计 何足为奇 周瑜邀孔明 入账共隐 周瑜约 昨吴主前世来催促进军 周瑜未有奇迹 愿先生教我 孔明约 量乃落露庸才 安有妙计 孔明约 某昨官草草水债 即使严整有法 非等贤可供 私得一计 不知可否 先生 姓为我一觉知 孔明约 多度且修言 各自写于手内 看同也不同 周瑜大喜 叫取笔宴来 先字暗写了 却送于孔明 孔明亦暗写了 两个一进坐踏 各出掌中之寺 互相观看 皆大笑 原来周瑜掌中字 乃一伙字 孔明掌中 亦一伙字 周瑜曰 既我两人所见相同 更无一意 幸物泄露 孔明曰 两家公事 岂有泄露之理 无料曹操 虽两番经我这条计 然必不违背 今都度尽行之可也 引霸分散 诸将皆不知其事 却说曹操 平白舍了十五六万箭 心中气闷 寻忧尽纪曰 江东有周瑜 诸葛亮二人用计 急切难破 可差人去东吴乍降 为奸细内应 一通消息 方可涂也 曹操曰 此言正合无异 如料军中 谁可行此计 寻忧约 蔡茂被诸 蔡氏宗族 皆在君中 蔡茂之族帝蔡中 蔡河现为副将 丞相可以恩节之 拆往诈祥东吴 必不见疑 曹操从之 当夜密换二人 入帐主赴约 如二人 可淫些少军事 去东吴乍降 但有动静 使人密报 事成之后 众家封赏 修怀二心 二人曰 吴等 妻子聚在荆州 安岗怀二心 丞相勿疑 某二人 必去周瑜 诸葛亮之手 陷于麾下 曹操厚赏之 次日 二人带五百军士 驾船树之 顺风望着南岸来 且说周瑜 正理会进兵之事 呼报江北 有船来到江口 称是蔡茂之地 蔡河蔡中 特来投降 周瑜患入 二人枯败月 无凶无罪 被操贼所杀 无二人 欲保凶仇 特来投降 望次收路 愿为前部 周瑜大喜 重赏二人 急命与甘宁 因君为前部 二人败谢 以为重计 周瑜密换甘宁 吩咐月 此二人 不带家小 非真投降 乃曹操 视来为奸细者 吴金 欲将计就计 叫他通报消息 如可殷勤相待 就里提防 至出兵之日 先要杀他两个 祭旗 如窃须小心 不可有物 甘宁领命而去 鲁肃入见周瑜月 菜中菜何之降 多应事诈 不可受用 周瑜斥月 彼因曹操杀其兄 欲报仇而来降 何诈之有 你若如此多疑 安能容天下之士乎 鲁肃默然而退 乃网告孔明 孔明笑而不言 鲁肃曰 孔明何故沈孝 孔明曰 无效此尽 不识公锦用忌耳 大江隔远 细索极难往来 曹操使菜中菜何榨祥 刺探我军忠士 公锦将计就计 正要他通报消息 兵不厌诈 公锦之谋事也 鲁肃方才醒悟 却说周瑜夜作仗中 忽见黄盖 潜入中军来见周瑜 周瑜问曰 公复夜至 必有两毛剑教 黄盖月 比众我寡 不宜久持 何不用火攻之 周瑜月 谁教功献四季 黄盖月 谋出自己意 非他人之所教义 非他人之所教义 周瑜月 无正欲如此 故留菜中菜何 榨祥之人 一通消息 但恨无一人 为我行榨祥祭儿 黄盖月 某愿行此计 周瑜月 不受些苦 必如何恳信 黄盖月 某受孙氏厚恩 虽干脑涂地 亦无怨回 周瑜败而谢之月 君若恳行此苦肉计 则将动之万幸也 黄盖月 某死亦无怨 遂谢而出 次日 周瑜名鼓大会诸将与帐下 孔明亦在座 周瑜月 曹操因百万之众 联络三百余礼 非一日可破 今令诸将 各领三个月粮草 准备御敌 颜未尽 黄盖禁约 莫说三个月 便知三十个月粮草 也不济世 若是这个月破得便破 若是这个月破不得 只可依张子部之言 弃甲倒戈 北面而降之耳 周瑜不然变色 大怒月 无奉主公之命 督兵破槽 敢有在言降者必斩 今两军相敌之计 如赶出此言 慢我军心 不斩如首 难以扶重 贺左右将黄盖 斩气报来 黄盖一怒月 五四随破鲁将军 纵横东南 羽立三世 哪有你来 周瑜大怒 贺令肃斩 甘宁 尽前告约 功夫 乃动物旧臣 望宽恕之 周瑜贺约 如何敢多言 乱无法度 先斥左右 将甘宁 乱棒打出 众官接贵告约 黄盖罪顾当诸 但愚军不利 望都督宽恕 权且计罪 破槽之后 斩意未迟 周瑜怒未息 众官苦苦告求 周瑜月 若不看众官面皮 绝须斩首 金钱免死 命左右 托翻 打一百几仗 以正其罪 众官又告免 周瑜推翻暗桌 赤退众官 贺叫行账 将黄盖剥了衣服 托翻在地 打了五十几仗 众官又负苦苦求免 周瑜月起指黄盖月 如敢小觑我也 且记下五十棍 再有怠慢 二罪俱罚 恨声不绝 而入仗中 众官扶起黄盖 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泵流 浮归本寨 昏厥几次 动问之人 无不下泪 鲁肃也网看问了 来至孔明传中 为孔明曰 哎 今日光剑 怒则功负 我等皆是他部下 不敢犯言苦见 先生是客 何故袖手旁观 不发一语 孔明笑曰 子敬欺我 鲁肃月 哦 肃与先生渡江以来 未尝一世相欺 竟何出此言 孔明曰 子敬岂不知恭敬 今日独打黄公赋 乃其继也 如何要我劝他 鲁肃方物 孔明曰 不用苦肉计 何能瞒过曹操 今必领黄公赋去诈祥 却叫菜中菜河 报之其事已 子敬建功锦时 且物言量先知其事 只说量 也埋怨都都变了 鲁肃辞去 入仗见周瑜 周瑜邀入账后 鲁肃月 今日何故痛责 黄公赋 周瑜月 朱将愿佛 鲁肃月 多有心中不安者 周瑜月 孔明知义弱 孔明知义若何 鲁肃月 他也埋怨都督 推情薄 周瑜孝月 哈哈哈哈 今番须忙过他也 鲁肃月 何谓也 周瑜月 今日痛打黄盖 乃记也 无欲令他诈降 先须用苦肉计 芒果曹操 旧中 用火攻之 可以取胜 鲁肃乃暗思 孔明知高见 却不敢明言 且说黄盖 卧于帐中 朱将接来动问 黄盖不言语 但长须而已 呼报参谋 看则来问 黄盖另请入卧内 赤退左右 看则曰 将军莫非与都督有仇 黄盖曰 非也 看则曰 然则 公之受则 莫非苦肉计乎 黄盖曰 何以置之 看则曰 某官攻净举动 已撂召八九分 黄盖曰 某受 吴侯三世厚恩 吴以为报 故献此计 以破曹操 吴遂受苦 亦无所恨 吴辩官君忠 吴一人 可谓心腹者 为公 素有忠义之心 敢以心腹相告 看则曰 公之告我 无非要我献诈降疏尔 黄盖曰 实有此意 为之肯否 看则欣然领诺 正是 勇将轻身 私报主 谋臣为国 有同心 为之看则 所言若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另外 为方便大家相聚 欢迎加入 水清独明柱Q群 群号是 24651978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